路口監視器清楚拍下 一台雙载机车将要从画面右侧出来 碰的一身白色轿车高速撞上 机车骑士和乘客两个人在半空中 翻了好几圈总摔在地 机车座椅直接解体 轿车车头的板筋严重扭曲变形 这起车祸发生在2号凌晨一点多 花莲建国路一断跟自立路口 两名年轻男子刚从便利商店买完东西要起步 17岁的吴赵王姓男子 载着18岁的卢姓男子 要转进建国路一段方向 却未一规定两段式左转 所以和雌行的白色轿车一面撞上 到达现场之后 发现有两名伤者倒在地板上 其中一名伤者情况较为严重 那是属于意识昏迷 那另外一位伤者是意识清楚 但有无法行动的情形 昏迷的机车骑士被送往慈激医院抢救 目前还在甲虎病房观察 至于后座的卢姓男子双腿严重骨折 实际回到事发现场 号制清楚标示机慢车需两段式左转 当时白色轿车也是绿灯通行 警方事后对于双方驾驶进行酒测 都没有酒精反应 提醒民众即便半夜车辆少 也要遵守交通号制 尤其晚上视线不佳 避免意外再次发生 三立新闻旅言曲道云 花莲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